5000枚火箭弹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 从巴勒斯坦射向以色列 连经济中心特拉维夫都无法幸免 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赚得冒烟了 把防空导弹都打空了 也没办法完全拦截巴勒斯坦暴雨般的袭击 愤怒的以色列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空军和导弹齐齐出动 对巴勒斯坦一顿狂轰滥炸 截至8号 这场突然猛烈升级的巴以冲突 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第六次中东战争会因此打响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巴勒斯坦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巴勒斯坦已经忍无可忍了 再不反击 再不捍卫自己 那么巴勒斯坦所占有的领土将会越来越小 根据联合国决议 巴勒斯坦应该有自己的国家 首都市东耶路撒冷 但现在的情况 是以色列不但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 还在本应归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 建立了很多定居点 巴勒斯坦人所占有的领土 从原来的一整块 越缩越小 如今只剩一些小碎片 巴勒斯坦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他们选择了使用武力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但以色列不是好惹的 以色列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曾经在中东打过五次战争都赢了 作为美国和欧洲的老牌盟友 以色列在西方获得的支持也不少 底气这么足 以色列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所以对于巴勒斯坦的火箭弹突袭 以色列很快就发动了空袭和轰炸作为反击 但巴勒斯坦也不是吃素的 袭击开始后没多久 加沙地带附近的八方势力 就迅速越过边境线 对以色列发动进攻 各种现象都显示 巴勒斯坦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 而且短时间内就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 说明八方手里的弹药 至少得有十倍二十倍以上 巴勒斯坦没啥钱 也没这么大规模的军工业 那这些弹药从哪里来的 显然幕后还有大国在支持八方 而专家分析显示 这个大国很可能就是最近频频 被老美骚扰制裁的伊朗 伊朗本来就和巴勒斯坦走得近 虽然不好和老美正面对抗 但支持支持小伙伴 还能顺便打击下老美在中东的强力盟友 这一招看似也挺合理 而巴勒斯坦之所以选择 在这个时候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除了巴勒斯坦退无可退 还有几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以色列老总内坦亚胡的改革方案 正遭到国内和国际的连番反对 国内民众分化严重 国外又赶上沙特和伊朗世纪和解 内外交困陷入孤立的以色列 正是相对脆弱的时候 另一方面 以色列前面赢太多了 也放松了警惕 这次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之所以能迅速穿越边境线 就是因为以色列很多地方边防 已经形同虚设 除此之外 现在国际地缘局势不稳 除了俄乌之外 土耳其和叙利亚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这些和中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 也在近期冲突加剧 巴勒斯坦很可能也是想借助这个大势 从以色列手里夺回一些故土 如果双方继续打下去 规模不断加大 万一在牵扯波及周边其他地区 确实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 甚至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